请客人 怎么回事 美女走了 对了 达叔让我给你带的信 我放到旅店房间了 回头上我那儿去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朵朵 姐 在哪儿呢 我在家呀 在家 嗯 那我刚才去你家找你 怎么没人呢 我在阳台 你在阳台干什么 别废话了 什么事 你不接电话 跟阿姐也不在 我刚才给她打电话了 你给格雅打电话了 哦 她说什么了吗 她也没接 现在是不是流行不接电话了 哎 你少废话 快说你找我干嘛 哦 也没什么 我妈说你好久没回家吃饭 让我问问你 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 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刚才吃过了 啊 可我妈做了好多菜呢 而且我大爷父也问你 今天回不回来 这样吧 你们在家等等 我待会儿就回来啊 那好 一会儿这样 嗯 平凡 我已经快不行了 我让志强给你带这封信 就是想告诉你 当年羽青公司补偿款的事 让你干爹死不瞑目 大叔 对不起你啊 干爹 放心 等我回来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好 答说的意思说明 我的猜测是对的 我在羽青公司潜伏了这么久 就是想查到 公司当年补偿款到底发给谁了 前几天 我借着安娜生日会的机会 曾经想查余总电脑里的文件 可惜多多破坏了我的机会 看来想知道真相 必须回去看看大叔了 要你久等了 从少爷那儿过来的 虽然之前我跟会长做了很多的铺垫 但是你去得过意平凡 让人显着你非常关心少爷的样子 还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 我不在乎 我也不在乎 但问题是你不愿意跟会长相认 上次去中国 你没有找安娜好好聊聊吗 你没有跟他说说 学的事情 他和你哥哥 都是稀有的H.H.孟霾学型 最重要的是你哥哥之前给他输过血 我明白 可你根本不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 因为潘教授的治疗方案 根本没有任何把握 所以我们只能做多手的准备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向卢安娜提出这样的要求 她也很讨厌我的出现 可少爷目前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任何的希望和可能性 是 卢安娜对我哥的确很重要 可不单单是我哥的身体 她的精神信念 生存状态 全部都依赖着卢安娜 如果被我哥知道 我想取得卢安娜的血样 做她的血罐子 她一定会恨死我的 她也会恨死她自己 那就不要告诉她 小姨 最近赵平凡在公司怎么样 平凡挺好的呀 你妈可欣赏她了 你知不知道 我妈为什么叫她进公司 这我就不知道了 好吧 我就是好奇问了 没别的意思啊 你要是想知道多简单 直接问你妈去不就行了 别别别别别别 千万别问她 你有话就直说嘛 就有什么事 不过怕说回来啊 你这两个朋友 平凡和哥雅 都挺好的 哥雅呢 心直口快 直肠子 单纯 嗯 平凡 心细 稳重 也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想啊 她那么心细稳重 平常话就不多吧 嗯 总是把话憋在肚子里 我发现小姨 你看人还挺准的哈 你说对了 她就是心事重重的 总感觉她心里 藏了很多事一样 你不觉得这样人挺可怕的吗 可怕 嗯 那倒也未必 你想 你爸你妈有心事 嗯 你有心事 嗯 我有心事 哥雅也有心事 那凭什么赵平凡 就不能有心事了 嗯 关键 是要看 她是不是恶意的 别像那个林志军一样 唉 小姨 不是说好了你 错了错了错了 你看 都说好不提那个人了 小姨错了啊 唉 唉 你说这个人啊 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秘密 坦坦荡荡的不好吗 坦荡荡好啊 那你坦荡荡告诉小姨 嗯 你跟哥雅到底怎么了 沒有 真没有 还骗我呢 我一眼就瞧出 你们俩之间有问题了 小姨不想管你的闲事 但是小姨就想跟你说 这个人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处的 如果你不能理解 他的所作所为 那只能证明 你没有站在他的地上 去思考啊 那只能证明 你没有站在他的地上 去思考啊 我不想管我 那只能证明 你不想想看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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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处的 如果你不能理解 他的所作所为 那只能证明 你没有站在他的地上上 去思考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在道理啊 人人都懂 这样遇上事了 都一样 晕得 但是平凡现在 好像有个很大的秘密 我又不能问 也不能告诉别人 还有格雅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喂 平凡 哦 我打电话想问问你 格雅现在在干嘛呢 哦 没有啊 我就是想问一下 他家里还有那么多东西 他还要不要了 哦 过两天行吗 明天我回趟老家 普江 哦 处理点事 行 保持联系 嗯 好啊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少爷的情况怎么样 还在昏迷 我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了 那到底还有什么办法 少爷是突然加大药量 产生的免疫系统紊乱 而且少爷的身体移植很虚弱 说实话 除了输血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那就找人给他输血 可是 少爷的血型是稀有血型 全国都没有匹配成功的 那总不能眼睁睁等着吧 会长 我有个办法 你要去中国 是的 去完成你没有完成的事情 对不起啊 都怪我 可是 我 后来我想了我也太强而所难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自己 去完成自己分类的事情 但 你觉得陆安娜她会答应吗 我觉得 好像不太可能 哦 对了 我这里 有安娜的住址 还有她公司的地址 还有她父母的住址 还有她的联系电话 要说服陆安娜真的很难 不过这是我的工作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你也为我祈祷吧 不会的 可奥 走吧 等我拿个东西 喂 莉莉姐 我今天没去上班 我有点感冒 请了两天假 公司不是规定感冒了 就别去公司了 我跟岳志仁说了 他没跟我说 哥 还打电话 来不及去浦江的车了 浦江 赵明文 你跑浦江去了 对不起 莉莉姐 我这信号不太好 等会儿再给你打啊 喂 我去 拉签检查 琴可 刘凯 余总还是有些不放心啊 海强公司那边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余总听到一些传闻 说海强公司那个胡总有千刻 施工的时候爱头空减亮 他没给你提过吗 这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 这真要是有问题的话 还能通过投标 再说了 岳主任 你也是评标所的成员 要是海强公司真有问题 因法官不严也是有责任的哦 瞧你说的 我是劝余总不要太担心 不过呢 你有机会也劝劝那个胡总 不要竟耍那个小聪明 音小事大 你怎么办啊 您让我劝胡总啊 我跟他又不熟 不熟 你们不是那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误会 误会 好 不过我先走了啊 岳主任 今天怎么没看见赵平凡来上班啊 他感冒了 在家休息呢 电话里已经过嫁了 怎么 你找他有事 有个批评室 找他改一下 那没问题 他在家里 你给他打电话 好 破家 还是干嘛 你工作人员 好呀 她应该想购买 你和她大人的 说有啥 我就是说 让她在那儿 把婚姜 做到 这些年纪 那不 下 并且 有提及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呢有个叫赵平凡的 对 于主任手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偷偷地跑去浦江了 终于回来了 来 哥 这边 来 哥 给我 放这儿 哥 哥 哥 平凡哥来看您了 您放心 他们没忘了咱受的委屈 怎么全是他一个人的 他那个朋友呢 他俩不知道什么原因 吵翻了 格雅搬出去住了 吵架了 好像是的 原因还不清楚 但是 如果没有格雅的铺垫 我们贸然跟陆安娜接触 她是不会同意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少爷的病情很严重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那怎么办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你给我叮嘱安娜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试试能不能说服安娜 提供血样 我们进人室 剩下的 听天命吧 Returned 平凡 你在家吗 我是安娜 我是安娜 我家里有点乱 你们别介意啊 你一个医生 家里怎么可能乱啊 我不相信 肯定特别地干净 还真不是 找什么呢 钥匙放这儿了 对啊 我的小秘密都被你们发现 请进 用换鞋吗 不用 谢谢 没错啊你这房子 叔叔挺干净 你不说渴了吗 喝什么给你拿 有什么呀 反正我这没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不利于健康 我这只有矿泉水 矫情啊 你现在一个人住啊 哦 之前有个同事 过来搬走了 这一个月多少钱 应该比你们那儿 便宜点吧 但是我一个人承担 还是有点压力 有什么压力啊 你现在都进了 海运公司了 只要你好好努力 肯定能挣很多钱的 以后别说是交个房租了 买一套都不再花价 但也如此吧 海迪 海迪 海远 海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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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以后别当着别人面 说干爹和普祥的事 听见没 有消息了 安娜去了浦江 浦江 对 有意思的是 赵平凡昨天跟单位请了假 她去的那个地方也是浦江 欧阳大义是在跟踪她吗 好像是 赵志强 赵志强 你来干嘛来了 这位是 小姐 你好 我是赵平凡 赵平凡呀 好几年没见了 听说你去滨海了 是啊 去了几年 达树在吗 我爸他 听说达树病了 我们来看看 好 不用了 医生说我爸需要静养 你们先回吧 干嘛呀 我们跟你爸有几句话得说 赵志强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要不是看在赵平凡的面子上 我都懒得搭理你 志强 对不起啊 我们真的 是有些事情想见一下大叔 用了几分钟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跟你说不着 医生 当年征地补款的事 征地补款的事 你还有脸说呢 要不是你那倒霉爹干的好事 我们至于大家伙跟着遭殃吗 少说两句 请回吧 你干啥呢 出去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你们俩不能给我出去 来进是吧 怎么了 怎么了小霞 他 他要打我爸 我爸昨天中风在家躺着 他们两个莫名其妙地冲进来 要打我爸 少给我演戏啊 我没有 我们 我们俩找他爸是有事要说 明明就是要打我爸 谁谁跟你说不清楚 等一下 说完再进去 干嘛 你是谁啊 快说完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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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话好好说 别动手 别动手 什么话好好说 怎么办 我爸 别 我爸 别打了 你爸 你爸 别打了 别打了 够 够了 安娜 你还记得 我们刚认识的那一天吗 那一天 其实是我义父的季日 你义父 也就是赵志强的父亲 我从小失去双亲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义父看我可怜收留了我 他对我恩重如山 你义父是因为什么去世的 肝癌 其实我义父身体挺好的 医生说 他是区域成疾 所以你要调查的事情 跟你义父有关 有 安娜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有机会进入海运公司 请您回去等消息吧 好 怎么了 其实我刚才没有说得太清楚 我真的很想加入海运公司 因为无论是这个公司的现状 发展方向 前景 我都十分看好 我很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 让公司 好了 好了 我明白了 请问您是谁介绍来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的 她叫陆安娜 陆安娜 陆安娜 余总的女儿陆安娜 怎么了 当初海运公司在浦江有一个项目 叫临江仙境 我义父当时是孙长 他肯看好发展 面对开发商心识淡淡地丰厚的各种补偿条款 他和村民们 还有村干部多次上映 最终决定 配合海运公司 签署拆迁整理补偿协议 后来 村民的房子都拆了 庄家都毁了 可是没想到 这么大的上市公司 居然会耍赖 钱迟迟不能兑现 后来不知又怎么传出 我义父 我同他人 被海强公司收买 从此 他便背上了这个恶名 不对啊 海运公司是开发商 征地又不是他们征的 就算是签合同 也不是跟我妈的公司签 没错 征地拆迁 委托了浦江当地的一家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 说他们自己 也被海运公司骗了 海运根本没有 给他们那么多钱 争执了半年 这家公司就倒闭了 大家都以为 是海运公司找了一个傀儡 把一屁股债 甩给了他们自己跑了 我算是听明白了 赵平凡 我觉得我该重新 认识一下你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其实海运公司 也是被淼貌的 我跟着你妈 身边这段时间 看清楚了海运公司 做事的严谨 和行业操守 这里面肯定还有幕后人 我这次回浦江 也算是要给海运公司 一个亲朋 对得起你妈 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一定要还海运和我义服一个清白 算了你不用再解释了 我已经听明白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跟林志军还有格雅不一样 但现在你们不都一样吗 一个一个地欺骗我 安娜 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也千万不要再跟着我 我先对着你一个人静一静 未经历 不算了 不算了 你 atenció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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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对我们会有用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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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不可乱 白白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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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项目是吧 我记得不太清了 您还记得吗 妈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不是我们这一圈的 服务小智人 也是啊 你看在余总身边工作 仰力很大 你的确是应该出去转一转 找你集合马 没关系 如果余总不批你家 我帮你去说 那谢谢岳主任了 不过 岳主任啊 我有男朋友这件事情 你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 这公司里边没人知道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反正您先替我保密吧 行吗 你啊 你啊 行 没问题 我这个嘴巴沿着呢 谢谢你了 岳主任 那您先忙 我先走了 好 莉莉 我突然想起来了 咱们在浦江的一个项目啊 叫临江千镜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岳主任 谢谢岳主任 三明治 就这样就吃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附近就有家小商店 到一个新的地方执行任务 一定要了解一下这儿的情况 地理情况 人文情况 跟这儿人都聊聊天 这种东西哪儿都有得吃 跑这儿来吃也不够 好 够处理赚什么 以前你来过浦江吗 没有 我也没来过 不过我觉着这儿的建筑 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样子 中国的很多古镇 应该都是这样的 那边有路边摊 我们去吃点有特色的吧 好啊 走 这下地方不错啊 这下地方不错啊 行 老板 来点啥 来 这啤酒不错 来点啤酒 好嘞 然后吃吃菜 来两个 好嘞 好嘞 老板 这个我们来一个 出来 卢安呢 老板 那个女孩什么时候来的 卢安 那个女孩失恋者 早日过来 来了一会儿了 你怎么知道她失恋 一个人闷闷不乐 在那儿喝酒 不是失恋者是什么的 难道是得取证了 别瞎说 是不是你要我问的 快 打菜 来 送菜 我过去跟她聊聊 你咋着作用 陆小姐 打搅了 我们认识吗 我们认识吗 这是我的名片 哥 不是 人家说走就走了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 你就算要找 最起码给人打一电话 咱知道人家在哪儿啊 我打了她一直没接 刚才打的关机了 那她肯定离开浮江 回冰海了 我觉得她应该还在 就算她在咱们土交 这横基书八十几条街 那么多铝店 怎么找啊 那你别管了 我自己找 我能不管吗 天国之舟 您忘记了吗 有点耳熟 一人多钱您出了一个 很大的事故 但是后来很幸运得到了 一个无偿的帮助 让您转为为安了 想起来 那 那个 西游雪形基金会 天国之舟 西游雪形互助基金会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等等 你怎么会在这儿找到我呢 陆小姐 陆小姐 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会在浮江里 这不关你的事吧 我找你当然是有事的 因为之前您签了个协议 就是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您会无偿伸出援手 就像当时别人帮助你一样 对 我当然会 怎么了 需要我现血是吗 目前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 新加坡有一个十一岁的男孩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昏厥过去了 后来医院抢救过来以后 在验血的时候发现他得的是 地中海贫血 跟您的血型是一样的 而这个病的最佳治疗方法 只有一个 输血 等等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自然有办法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能找到您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荣幸 当然我们现在需要 采集一下您的血样 血样 对啊 因为如果血样 匹配成功的话 我们现在需要 我们需要您的现血 在这儿吗 当然不是在这儿 因为我们的输血设备 还没有运过来 所以 您什么时候回滨海 真是太巧了 没想到咱们住一个酒店 这下就方便多了 明天什么时候出发 一早九点八 你们开车吗 对 就这么说定了 行 那先晚安了 晚安 告辞 没想到 多顺利 想得美 别高兴得太早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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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